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二根》创作 头驼渊小桃红为您播讲的《一面永恒》 后期制作《平海临风》 第340集 一掌灭金丹 这一掌啊掀起了一场金色的虚幻浪涛 更有天雷从苍穹昏明而来 蕴含了白小春的天道金丹之力 更是蕴含了他得以触摸第二层桎梏的肉身之力 凝聚在一起后 爆发出了碾牙铜镜之人的无上霸意 杰丹青年发出一声困兽般的嘶吼 那种生死危机让他心颤 让他疯狂 他知道自己逃不掉 知道唯一的办法 就是承受这一掌不密 为自己争取救援的时间 此时 他和白小春的境遇 与之前完全对调 此刻来不及多想 在那嘶吼下 杰丹青年一拍除袋 立刻取出了大量法宝 更是掐绝解 向着白小春这里狠狠的一指 甚至张开口时 还吐出了他的地弹 我就不信 你刚刚踏入结丹境 就可以一掌杀我 青年咆哮 全力挣扎时 白小春目中露出冷裤 右手如闪电般瞬息而来 直接碰出了青年取出的那些法宝 这些法宝根本就无法抵抗 在与白小春碰出的刹那 如催枯拉朽 纷纷地崩溃爆开 使得白小春这一掌 势如破竹 刹那节就穿透了所有 直接出现在青年的面前 一掌落在了青年按来的指头上 肉眼可见的 青年的手指如被磨去般 在那天道的金色之力下 称为飞灰 残叫传出时 白小春没有丝毫停顿 手掌继续推出 碰到了 碰到了青年的地弹 这一次碰出 天地鸿鸣 巨像回荡时 地弹是直接崩溃 四分五裂 碎灭成长 青年喷出鲜血 眼中露出绝望 被白小春的手掌 直接按在了胸口 想要我死 我让你死 白小春话语倾吐 却充满了狠决 冰寒心魄 话音未落 惨叫 戛然而止 杰丹青年的身体 轰然倒卷 在半空时 竟无法维持完整 直接四分五裂 崩溃爆开 成为了一片血雨 萨洛斯方使 也落在了几个急所而来 准备救援的 空和月 杰丹修士的身上 从出手到击杀 这一切只是一掌 只是一瞬 干净利落 这一幕 让那几个杰丹修士 纷纷的神色变化 脚步瞬间停顿 他们此刻才真正的意识到天道金丹的可怕 刚刚接的案 居然就可以击杀同井之人 尤其是这种击杀根本就是碾压一样 这一幕岂能不让人骇然心惊呢 四周寂静 短暂的沉默后 拟河宗的众人爆发出强烈的欢呼 战役都在这一刻爆发出来 而白小春这里 他站在半空 抬头时 他的目光 落在了两宗的那些 原鹰真人身上 这是他首次觉得自己距离他们似乎不是很远了 拟河宗的儿郎们全力出击 攻占空和月 血腥一脉 风神子 此刻扬田大笑 笑声沙哑 带着森然 回荡四方时 两岸丛林内的逆河宗修士 一个个立刻低吼 全部杀出 随着风神子话语回荡 白小春 深吸口气 立刻比注击时还要浓郁无数的血光 从他身上盎然爆发 惊天而起 这血光更是扩散 使得血腥一脉的修士 他们的战力 竟出现了二次加持 轰鸣节 战争似被加快了速度 以更为灵力的方式 悍然撕利 从高空看去 可以清晰的看到 在空和月的左右两岸 从林内 逆河宗的修士 如同两把尖刀 正以飞快的速度 向着空和月山门 不断的刺入 空和月的抵抗 似也无法坚持太久 正在节节败退 败局 已清晰陷陷 就在这时 突然的 一个绿色的灯笼 从空和月山门内飞出 这灯笼越来越大 到了最后 竟足有数百丈大小 散出莫名的威亚 更是在其四周 环绕了无数的冤魂之影 他们发出凄厉的嘶吼 带着猙獰 伴随着灯笼 直奔左岸而来 这正是空和月的 至宝之一 可还没等着灯笼降临 突然的 一轮黑色的太阳 直接从左岸升空而起 太阳内 有一只白色的乌鸦 猛的睁开眼 露出寒芒时 发出了一声 喊动心神的死鸣 直奔登笼而去 这场战争 随着速度的加快 已经到了双方 动用底蕴的时候 对于逆河宗而言 这黑色太阳就是底蕴 可对于空和月来说 下游宗门的底蕴之力 只是相当于 他们的质保而已 您正在收听的 是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一念有恒 几乎在左岸之宝 与底蕴对抗的同时 一座足有数百丈大小的 巨大墓碑 在右岸的半空中 凭空而出 狠狠地砸落大 这墓碑上散发沧桑的气息 似存在了无穷岁月 刚一降临 其所在的地面 居然高高鼓起 似成为了一个巨大的坟包 一只只枯萎的手 立刻从泥土中伸出 更有阵阵沙哑的嘶吼 回荡右岸 可逆河宗岂能没有准备 几乎在这墓碑落下的同时 一轮白色太阳 从右岸升空 其内黑色的乌鸦 发出刺耳的剑鸣 直奔墓碑而去 随着临近 墓碑下的那些伸出的手 如融化一样 纷纷地成为飞灰 而墓碑本身 此刻也有怒吼传出 一张巨大的面孔 在墓碑上浮现出来 向着白色太阳大吼时 直接飞出 要去吞噬 双方的战争再次爆发 抵御与质宝的轰击 修饰与修饰的厮杀 伤亡惨重的同时 逆河宗的修饰也终于将战场 在这不断的推动下 在空和越 抵抗力量的节节退后中 渐渐靠近了空和越的山门脚下 到了这个时候 战争已经进行到了第三个阶段 攻占山门战 随着山门战的进行 从左右两个方向 大量的逆河宗修士 纷纷地顺着藤条杀来 在这空荣邪术上 在这空和越的宗门内 厮杀惨烈 鸿鸣之声 树法之光 残叫之声 在这一刻 传遍四方 老祖之间的战争 也在这一刻激烈起来 彼此各有伤势 可却没有斑点后退 越发的疯狂 锦丹之战 不限于战场 无论是两岸丛林 还是山门内部 都在进行 白小纯 已不在助级修士中出手 而是在半空中 与空和越的 结单修士斗法 拟合宗的结单修士 本就占据数量的优势 此刻在其中 自身危险的程度不大 更可以熟悉 结单修士的战斗方式 他的名物 每时每刻都在增加 对于与结单修士交战的经验 也在快速的增长 这种增长 使得他的战力更强 让空和越的结单修士 全部的心静 在这战争中 距离空和越 有些距离的一座高山上 此刻在那里 有三道身影 正屹立在其上 他们的目光 遥望空和越的方向 在这个位置 虽有些距离 可却能将整个战场 看得很全面 这三个人 两男一女 女子相貌秀美 很是妩媚 全身上下散发出 震震星空的气息 整个人看起来有些虚幻 是而真实 是而模糊 若是钉的时间长了 会让人有种 头于目眩之感 至于另外两人 一个是中年修士 此人全身散发阵阵黑气 这黑气飘散开来 自行的凝聚出 一个个 骷髅头的样子 他的脚下地面 草木都枯萎 就连岩石本身 也似被腐蚀 这种黑气 显然具备很强的攻击性 看起来更像是魔气 最后一个是位老者 这老者穿着道袍 整个人先锋道骨 隐隐的 似在其身上 有玄妙的气息弥漫 距离近了 似乎还可以模糊的听到 阵阵似从虚无内 传来的道明之一 这三人 正是中游四大宗门内 除了空和院外 其他三大宗门 星和院 集和院 以及道和院 那处于虚坏于 真实之间的女子 正是来自 以星空之力 著称的星和院 全身魔气纵横的中年 则是来自魔宗 集和院 至于那老者 则是来自中游第一宗门 道和院 空和院要败了 有意思呀 看来我们这新明气 倒也不是很弱的样子 这样才更好玩一些 天道金丹都出现了 此人怕是已引起星空倒击纵的关注 空和院既注定失败 那么属于他们的份额 也应该调整一下了 三个人低声开口 彼此看了看 微微一笑 心找不宣的样子 似乎他们很乐意看到空和院灭亡 最好的结果是什么呢 是两败俱伤 本集已经播剧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您多多点赞评论 喜欢请订阅此专辑 转发到朋友圈 谢谢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